擁有140年歷史的紐約大都會歌劇院 為北美最大古典音樂機構 也是全球表演藝術 戲劇及文化的重要指標 曾與馬勒 托斯卡尼尼 李問等指揮大師 合作的紐約大都會歌劇院管弦樂團 將首次登上亞洲舞台 讓觀眾相當期待 同時執掌三大樂團的音樂總監 雅尼克 涅澤 塞金 活躍於各大頂尖樂團 音樂廳指揮台 包括柏林愛樂 維也納愛樂 史卡拉歌劇院 及維也納國家歌劇院等 是當代樂團炙手可熱的指揮巨星 首次進行亞洲巡演的紐約大都會歌劇院 將在六月來台 由涅澤 塞金與女高音利塞特 奧羅佩薩共同攜手 為台灣月米帶來淋漓盡致的歌劇美聲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